在新锐服装设计师重驰的台湾 许多人认为只要飞一趟喝点洋墨水 似乎就能为自己的精力加分 但李贝不这样认为 实践大学服装设计系毕业后 投身自家服装定制店 是他正式踏入设计圈的开始 我的优势在于我基本的工 就是基本基础打得比较深厚 所以我对那些板子跟设计出来的 图稿之间的连结会很清晰 2008年成立品牌后 李贝按照服装发展季节 持续推出设计系列 慢慢让自由品牌在台湾生根 而现在目标是走出台湾 让国外买家能看到他的作品 所以致力于国际间的服装展 是李贝现在最大的成就感来源 今年5月我们去新加坡餐展 然后就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买家 然后有日本科威特香港 跟新加坡的买家跟我们下单 然后我想我们跟隔壁的探位聊天 他们都说第一次参展有接到这么多单的话 算是成绩很好了 因为通常买家会先看你 先看个几季之后才会决定要不要下单 所以这是让我觉得很开心的事 然后还有遇到意大利的Vogue杂志的编辑 所以他看完我们的衣服说 他觉得他下次有空真的应该要来台湾 看一下台湾还有什么疯狂的设计师这样 他觉得台湾值得来一趟 可能就是因为敢大胆尝试 让李贝树立的独特个人风格 在他的作品上表现得一目了然 他讨厌 他讨厌 也讨厌 他讨厌 他讨厌 没关系 by bwd6